1983年落成的南园是台湾非常少见的苏州园林风格的建筑 台湾当代建筑大师汉保德 他就以苏州园林为设计主轴 结合台湾在地的红砖还有块木 建造出占地27公顷依山式而建的南园 它的周围是大片平缓的草坡 还有清脆林木环绕 在历史上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 还有俄国总理格巴契夫等国际政要 也都曾经亲临造访一堵南园的美景 非常难得的是 相隔将近三十年 大师汉保德再次回到南园 回忆当年建筑的过程还有设计发想 亭台楼阁山水曲桥 层叠错置一步换景 隐身新竹新浦九穹湖的山林之中 1985年落成的南园 曾为联合报的私人招待所 员工专属的休闲度假中心 也是已故创办人王蒂吾退休后的邪行之境 从建造起源设计发想 一直到曾经的风华 幕后操刀设计的台湾建筑大师汉保德 相隔多年就地重游 和我们堪堪而谈南园的故事 他是想盖一些 一部分休闲性的住宅 这些手掌们可以下来 少来这里坐一坐 因为这个环境很好 住几天 所以我就提议 我就提议 说是不是把他们都坐在一起 然后做成一个江南的情缘 江南园林 这样子至少外头没有什么好看的 至少我们这个环境 可以实际上觉得可以来来嘟嘟家 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个开始 1983年 受联合报已故创办人王蒂吾之托 负责操刀南园的建筑设计 以王蒂吾的祖籍浙江韦灵感发想 汉保德决定就用江南庭园 一姐老友的思想之情 只是建材和老师傅却是一大难题 当时说去做江南庭园的时候 你把你祖父点头了 点头了 但是我回来我也吓得糊涂了 因为我想到了 这个江南庭园是苏州庭园 所以我到哪去找这个人 找这个材料找这个困难 我一想这个不行了 我又回去找他去了 我就找他去告诉他说 苏州园林用台湾做法 山不转路转 汉保德决定就地取材 以台湾本土的红砖和块木 取代传统苏州园林的白墙徽瓦 苏州庭园与敏市建筑的结合 也宛如王蒂吾从浙江老家来到台湾落地深耕的人生写照 而造型设计的灵感则是来自于宋元的古画 像这个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只有绘画上的 玄山楼阁才有的这种造型 这个怎么可能会盖出来呢 我那个是不是 在我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看很多这类的图片从唐朝到元朝 很多画家画这样的东西 五画中的仙山楼阁实体画 一砖一瓦都得细细考究 哪怕是屋檐角落的雕刻 也都出自世代传承的工匠之手 雕刻工艺全权交由匠师组长 清雅的色调则出自汉保德 对于延续江南传统风格的坚持 因为江南系统 多半都是用木头 不加颜色 我觉得那个感觉要保持 这样子比较清雅 所以楼上是使用金线勾的 那另外的地方呢 就是用青绿 用这个青绿色来做装饰 简单的装饰 这个因为太多红的 太多什么就花了 所以基本上不用红色 用青绿色 把这个做的很淡雅的勾编 至于梁柱上的对联 主要由有着连胜美誉的老报人 张弗谦所选 而南园主楼南楼与副楼 秦德堂的命名 则是王提武为纪念父母亲所取 汉宝德同时也透露 原本只有南楼与秦德堂的男员 因为王提武对员工福利的坚持 才有了同心楼的出现 他以为是这个东西 宣布说我们盖了一个很好的休想中心 运工休想中心就快完工了 大家以后就可以去 爸爸回来告诉我 我爸爸就给这个公开了 我知道他很在意员工的休闲 可是我说我当时设计的时候 那你员工休闲不太合适 所以才我们两个才商量 你跟你爸爸商量 就赶快盖另盖一个 有已故文人张弗迁命名的同心楼 取名灵感来自于希望员工能够同心 历史两年1985年南原正式落成 提供联合报员工休闲度假的同时 也是报系的私人招待所 曾经接待前苏联总理格巴契夫 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等国际政要 直到2007年才正式对外开放 园区内还提供了导览的服务 引领民众进一步认识南原 只是神秘多年的结果 也造就了各种网路传说 其中最为盛传的 莫过于南楼马背与戏台前的 蝴蝶窗顶构筑成的中轴线 是风水保地一说 汉保德亲口解谜 那个是我要定的那个线 没有错 不过风水不风水另一回事情 我那个定 因为你这个是建筑环境问题 你站在楼上看一看 如果你弄得冬到戏外 你会不好看是不是 你跟这个大环境怎么配合 那当然都是有意做成的 每一扇门每一道窗 设计造型皆有所本 除了不同的寓意外 还能勾勒出不同的光影变化 尽管是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 仍有许多外国建筑师前来朝圣 采访的这一天 我们还碰上了从德国 慕名而来的游客 难得看到这个环境 有很深刻的影响 我来到德国去跟朋友讲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 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一个 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 太棒了 谢谢你 尽管如此许多细节 看在汉堡德的严厉 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说这边做出一个 有点曲线做出来 这个不要 但是我想的是比较窄的这个 这个窄 这个款 比较对一点 现在这个这么厚 做好了 我会不好意思再怎么敲掉 哎 好在大家都 都没有批评 走在园区里 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 汉堡德让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大师的谦卑 还有对于联合报 已故创办任王蒂武的 执予之恩 这个是一个文人的一个梦想 是不是 我会把一个 自古以来的文人的梦想 把他做起来 我是觉得 是对我来说是 一切中间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非常感谢你这个 祝福 早年从浙江来到台湾 展开人生的下半场 对王蒂武来说 南原不只是重建了 回忆中的故乡 更是他台湾的第二个家 而将近半甲子的风华岁月 南原所写下的 不只是台湾建筑史的精彩篇章 还有一代报人 与建筑大师习才知语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